看完几条来自奥克兰地区的资讯之后呢 我们再把目光呢 移向全国 根据相关的统计呢 去年全国逆亡人数啊 达到了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新西兰创下了从1980年开始 统计逆水人数之后的历史最低记录 从2012年的98人下降到2013年的81人 然而逆水的学情儿童人数增加 引起了新西兰水上安全组织的注意 首席执行官马特克里奇说 总体来讲 事故发生数字降低了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 死亡81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而且在这个国家里 任何学前儿童都不应该溺水 低于5岁的儿童应该被监护人所保护 不论是出水入水或是在水附近 2013年共有5名学龄前儿童 6名6岁到14岁之间的少年溺水而亡 同时男性依然是溺水人群的主体 共有62人溺亡 只有Gisborne和Tasman两大区域没有溺水报告 监督 监督 监督